一根很烂的苹果数据线 要给它翻新一下 接下来我们拆开看一下 这款是苹果很普通的数据线 麻烦换根线 换一根像这样的新线 这样的话这个线就充满了活力 我们还利用它这根数据线的碾头 这个线表皮不行了 如果重新接上去的话 用一段时间它的表皮里面同样如此 因为它线心里面都充满了铜绿 我们直接把碾头给剪下来 这样的话直接换上就可以了 我们在显微镜下面看一下 它的触点怎么样 如果触点是非常新的 那是可以换的 如果触点上面有黑色的腐蚀 或者是有坑坑洼洼的 这样换好之后会导致接触不良 所以的话就不建议更换线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触点 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价值更换 可以看到它的触点 里面是非常的新 有轻微使用的痕迹 但是没有腐蚀 说明这位主人呢 平时在用线的时候还是非常小心的 习惯还是不错的 不会遇上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它划一根线 那在焊接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它的外壳 以及线材都整理好 并且用切割机 把它的屏蔽壳 也就是它的铁壳给切开 露出焊盘 这样的教程呢 就是切割屏蔽壳的教程 在前面的视频已经出了很多期了 在这里就不再重复的演示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线 焊接在这两个插头上面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先把这个 硬端的插头的外壳给去了 这个外壳呢 我们给它破坏性的去除 我们给它准备一个新的外壳 先拿一个175的插头外壳 再准备两个抗拉环 固定线材用的 然后再找一个USB的外壳 稍微找一个颜色漂亮一点的 其实都一样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显微镜下面把它给焊接一下 我已经把热锁管都给套上了 改装的清线不会像原装的浅会破皮 这种线它是不会破皮的 但是根部同样会折外 因为它是线不是钢丝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稍微注意一下 特别是在边玩边充电 或者是在休息的时候 线的根部抵着胸口 那的话时间长了 它可能内部的线芯也会断线 如果你充电的时候不玩手机 像是更线的话会用很久 因为它的线芯不会断线 好 可以看到可以数据 正反面都可以充电 插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 显示屏上面可以连接S的助手 我们找一个表来试一下 看可不可以充电 好 我们就拿这个表来试一下 插上这个输出段 把它可以转一下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我们插入手机 好 可以看到有1A左右的充电电流 好 没问题 两面都可以充电 好的 这个线就能改装完成了 这位朋友就可以回家使用了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视频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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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